一群号称武装的牙齿的联邦探员 负责保护这位来自毛熊的知名学者 可他们刚走出俄国大使馆 就惨遭被人暗算 所有探员被当场击毙 学者也被神秘人绑架 地上只剩下一本书 联邦调查局接到案件火速赶来 贝尔和齐丹得知 这位学者虽然是毛熊人 却背叛了他的国家 如今正在和阿美政府合作 而他写的名为《毛熊威胁论》的书 更是让舆论称他为俄国人自己的公知 因此学者特意向州政府请求保护 却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久前学者来到领事馆看望女儿卡家 卡家表示附近被抓 一定是因为他写的书抹黑了祖国 因此调查局也把首要嫌疑人 定为了与他们争斗了几十年的毛熊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政治绑架 探员们言之凿凿 在他们眼中 毛熊就是一群伟大目的 不择手段的狠人 并且经过子弹鉴定 这群暴徒使用的 是莫斯科制造的SR旋风突击步枪 这种枪专供于毛熊的特种部队使用 看起来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 上次靠着人脉 拜访了毛熊的外交大使 不等他开口 外交官便迅速摇头 表示事情不是他们做的 俄美两国虽然一直不对付 可在麻烦面前 他们都保持着惊人的默契 上次表示 现场所使用的武器来自莫斯科 外交官毫不科技的挥队 那你们的导弹还出现在以色列呢 上次被怼得哑口无言 如今纽约出现了罗氏军备步枪 那一定出自这个叫做阿肖的非法军火商 调查局在四年前就在他身边安插了卧底 如今也是时候收网了 在卧底的带领下 贝尔伪装成客户 找到阿肖准备进一批货 阿肖的场子表面上是个设计训练场 其实背地里一直在做倒卖军火的勾当 有了卧底的介绍 阿肖很快相信了贝尔的身份 贝尔狮子大开口 表示要拿下阿肖手中所有的步枪 一听有大声音上门 阿肖痛快答应 立刻带着他来到自己的军火库 随着后备箱打开 贝尔一延任出版在各式枪械中的SR旋风 看来的确是这伙出手的武器 阿肖察觉不对 想要逃走 奈何为时已晚 齐丹突然出现 断了他的退路 阿肖被当场逮捕 然而狱中的他 不愿透露任何有关信息 干他们这一行 要的就是跟客户之间的诚信 没有了信用他还做什么生意 看员直接补刀 按照你这些年的订单 下半辈子兴许就在牢里蹲着了 与其想着做生意 倒不如做五点证人 减少行期 阿肖眼睛一转 心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他虽然不知道购买SR旋风的家伙是谁 但好在他的仓库里有监控探头 借着监控录像 一个叫小雷的前科犯 19岁时 小雷曾使用致命武器袭击他人 而他的父亲老雷也是罪行累累 逃税 拘捕 甚至是杀害警官 不久前刚被逮捕 如今正在等待审判 小雷的母亲早早去世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两个哥哥 大雷和二雷 以及一个姐姐 除了姐姐目前还有份正经工作 小雷和他的哥哥们 档案几乎是空白的 自从母亲去世后 他们的履历便再也没有更新过 这或许也是受到他们的暴躁老爹影响 老雷是个典型的南方红脖子 他倡导各州独立 拒绝给联邦纳税 甚至在税务局上门后 还以保卫自家领土为由 对税务局工作人员和警方开枪 这样的父亲 养出的儿子 自然不会是什么善茬 案件有了突破口 齐丹和贝尔当即找到小雷的姐姐 可在两人亮出证件后 女人顿时语无伦次 显然心里有鬼 这时 她的家中忽然传来响声 齐丹一听迅速进门 害怕被抓的小雷 当即从后门撒腿就跑 甚至还不忘把手枪 扔到一旁销毁证据 齐丹完全不背着壁虎断尾的行为迷惑 她从小鹿包抄 一记划铲踹到小雷 小雷被戴上手铐 嘴里还叫嚣着 不服从任何宪法和州法案 显然是受到老爹思想的荼毒 面对审讯 她更是憋红了一张脸 重复咆哮着当下不公的世道 齐丹看着她癫狂的眼神 知道从这祸口中是问不出什么了 另一边 贝尔审讯着小雷的姐姐 和家中暴躁的男人们不同 小雷的姐姐在母亲去世后 就离开了家 找了份工作 安心过日子 期间 弟弟会时不时上门 按与家人的关系 姐姐根本无法拒绝 当她得知弟弟们绑架了一个俄国的化学家 姐姐顿时不知如何是好 她告诉贝尔 自从母亲去世后 父亲就变得愈发暴力 她变得刚愎自用 不再相信政府 甚至怀疑他们在大搞阴谋论 而三兄弟则是她忠诚的拥顿 也加入了这场反抗政府的运动中 如今 他们绑架了一个化学家 保不及会造出什么致命武器 为了防止灾难发生 再加上贝尔的劝告 姐姐最终将三兄弟的老巢 告诉了调查局 为了能顺利抓捕大雷和二雷 调查局还想让老雷出面 结果老雷一言不发 完全不想合作 调查局也只能采取暴力手段 进行抓捕 大批兵力集结老巢附近的森林 无人机在头顶监视热信号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可就在贝尔等人缓缓接近建筑时 一辆面包车突然闯入现场 车内的记者表示 他们接到电话 得知有抓捕行动 才会来采访的 也正是这片刻的插曲 屋内的目标倾巢出动 原来 他们早就知道了警方的行动 提前打电话给媒体 来扰乱调查局的计划 火并一触即发 一名特战队员因为疏忽被打伤 贝尔赶紧过来查看伤势 并向齐丹寻求支援 就在这时 一个暴徒趁乱摸了过来 贝尔连忙转移伤员 然后出击不意 持枪突袭 同伙一边射击 一边逼近 千军一发之际 乞丹终于赶到 他们带着伤员连忙撤退 这次突击任务 只能以失败高中 这时 当地的警长来到现场 表示 这一家人在当地 简直就是害群之马 而且还在警局内部 安插了眼线 这就是为何 他们能提前 反制调查局计划的原因 经过照片比对 贝尔确定 自己刚才打中的家伙 是大雷 而通过无人机调查后 梁兄弟挟持了化学家后 已经制出了 一批致命的情话轻 如今 对方有杀伤性武器在手 调查局只能转变计划 企图以谈判的方式 结束战斗 贝尔拿着大喇叭喊话 奈何梁兄弟 早就被老爹的失智言论洗脑 他们非但不合作 反而拉开窗帘 露出了两个孩子的脸 在场所有人的心 瞬间悬在半空 孩子落入这群暴徒手中 指不定会遭遇什么不测 而下一秒 梁兄弟关上窗帘 杨莲要用孩子的血 洗刷这个国家的罪孽 随着孩子的尖叫传来 贝尔再也顾不上什么谈判 果断冲了上去 所有特战队员挤接跟上 他们冲入小屋 一颗震爆弹 先给梁兄弟尝尝闲袋 一番雷厉风行的抓捕下 两名孩子安全获救 大雷和他的同伙全部落网 但贝尔仔细一看 最重要的二雷却不在其中 齐丹像是想到了什么 迅速来到另一间小屋 虽然这里也没有二雷的下落 但好在他发现了被绑架的化学家 化学家获救后告诉几人 二雷已经利用情话清制造了生化武器 并且此时已经在进场的路上 恭候审判日的到来 贝尔在屋里发现了一台打印机 通过破解 二雷最后打印的是一张法警的驾照 贝尔立刻来到城中心 结合所谓的审判日和法警驾照 他怀疑二雷的目标就是为了炸毁法院 因为明天就是老雷接受审判的日子 齐丹和贝尔冲进法院 果然发现拿着引爆器的二雷 二雷嘴上依旧叫嚣着 从老爹那里学来的歪理 想要拉着所有人陪葬 齐丹当即表示 你父亲也包括在内吗 二雷有些疑惑 齐丹继续说 老雷的审判日提前了一天 他现在就在法院里 一旦你启动生化武器 你最重要的父亲也会跟着遭殃 二雷嘴上说着无所谓 但齐丹却从他颤抖的双手中看出 他在硬撑 贝尔也在这时配合齐丹一唱一和 最终二雷总算放下引爆器 乖乖束手就擒 一场恨国党引发的连锁事件 终于告一段落 下注 感谢观看